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履行国际税务合作的责任 香港将自2025年起开始实施 BEPS 2.0 支柱2 Pillar 2 框架下的 全球最低实际税率 由2025年开始 香港将对年度总收入达到 7亿5千万欧元的跨国企业 落实香港最低捕捉税 令到香港整体的实际税率不低于15% 最近香港政府就这个措施的实施细节 展开了公众咨询 收集各界的意见 咨询期将于2024年3月20日结束 立法建议预计在2024年下半年 提交给立法会 咨询文件展述了全球反侵蚀税机规则 Globe规则的概念 香港最低捕捉税的设计规则 和本地实施细节 就香港最低捕捉税而言 香港将引用Globe规则的所有要求 同时亦会在 击合组织框架的允许范围内 作出声微的调整 包括采立实质性所得排除 Substance Based Income Exclusion 和微粒排除测试 Deminimus Test作为安全港规则等等 资讯文件还提到 香港政府将引入一个电子平台 允许企业注册账户 提交通知 和提供捕捉税报税表 这与现在区别报告的合规和行政安排相似 KPMG正协助许多企业 应对Pillar 2的最新要求 确定它的受影响范围 以及计算它的补足税金额 并且在Pillar 2正式生效前 寻求优化的方案 请随时与我们联络 为Pillar 2的合规工作做好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